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陆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视察乌俄边境地区 高调纪念邓小平名诞 中共是否挂改胎卖习证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呼吁全球扩大对台湾的支持 结婚离婚不再要户口 北京下药能救人吗 那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孩子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更多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的开始 请支援介绍热点新闻解讯 支援 好的陆阳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号说 他刚刚结束对乌克兰东北部 乌俄边境地区的视察 并与当地官兵会面 过去两星期 数千名乌军从该地区进入 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等州作战 一天前 乌军还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 其他多个州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行动 俄军称 至少有11架乌军无人机被击落 印度总理莫迪22号在华沙表示 印度愿意与友好国家协商 为结束乌克兰和西亚的冲突提供帮助 他表示 印度支持对话和外交 以迅速结束冲突 波兰总理斯图克表示欢迎莫迪 参与推动结束乌克兰战争 莫迪将于23号前往乌克兰访问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四8月22号 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 同时在谈判人员努力试图解决 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组织之间的分歧之际 推动达成加沙停火的最新行动 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周四说 以色列对加沙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发动空袭 至少11人丧生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8月22号 在台北总统府会晤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尼基·黑利率领了一个访问台湾代表团 他感谢黑利长期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赖清德说 台湾总统赖清德准备在星期五8月23号 前往与中国大陆一见之遥的前线岛屿金门视察 主持金门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823炮战 66周年追思祭道典礼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 在参加美国民主党党代会间隙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台湾安全对美国至关重要 他表示 美国对台湾政策和乌克兰政策密不可分 如果乌克兰沦陷 中国亦可能会对台湾有所行动 他预计哈里斯会大体延续 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和台湾政策 以亲民形象著称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蒂姆·沃尔兹 8月21号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三天 正式站上美国最高阶层的政治舞台 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竞选搭档 万斯当天一同在北卡莱罗那州竞选造势 特朗普将于周四前往南部边境 宣传他的移民政策 中国抗议美高级官员在纽约 会晤康复中的西藏流氓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说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允许达赖喇嘛 以任何名义访问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高级官员 星期三在纽约拜会了西藏流氓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 并重申了美国对促进西藏人权及支持 保护其独特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承诺 89岁的达赖喇嘛今年6月离开印度到美国 接受膝盖手术治疗 现在在纽约进行修养 中国证实被捕 日企高管已被起诉 罪名是间谍罪 这名被提起公诉的日本公民是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 一名常驻中国的员工 而且曾经担任中国日本商工会议所高级职员 他去年3月是在准备回国时突然遭到拘留的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解讯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宇宙分享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 庄志伟的报道 高调纪念邓小平名诞 中共是否挂改开卖习正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星期四8月22号 是已故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120岁名诞 中国官方连日发文出书和举办研讨会 进行高调纪念 有分析认为 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偷换概念之举 试图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来包装自己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 下面宇宙分享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 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 陆阳 首先是星期四8月22号开始 电影邓小平小道在全中国复应 这是一部2021年发行的剧情片 主要说的是 邓小平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期间 被下放到江西省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 劳改的这一段往事 另外是中共中央军委 在星期一8月19号在北京举办 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理论研讨会 更早一些的是 8月中旬开始 发行了新纪念邮票 还有新书邓小平改革思想 及其现实意义 而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16号 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了一篇超过8000字的长文 名字呢是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这篇文章的末尾用了超过3000字来阐述 今年7月18号 三中全会公报中所定调的中国式现代化 说这个呢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推进强国建设 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意图 在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 张志忠说呢 求是这篇长文 无疑是今年最重磅的宣誓 香港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少也认为 中共呢应该是有意把刚刚落幕的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 相提并论来强调习对邓的一脉相承 刘瑞少告诉美国之音 邓小平最为人称道的地方 首先是他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是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 与人民的要求走在一起 而人民的要求呢 很可能是会威胁到中共的存在的 刘瑞少还认为邓小平呢 虽然无意推动政治改革 但是实际上也为可能的政治变局做了准备 北台湾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 副教授张宏远指出 相对于邓小平主打让人民富裕起来 来助劳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习近平呢是通过描述刚硬的中国梦 来提升国家霸权的地位 保住自己的统治 如果纪念邓小平怀念邓小平 甚至肯定邓小平 能够让外资当作是一个政策讯号 那为什么不用呢 中国善于使用意识形态来营造出一种气氛 在香港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荷利也说 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名单 加上习近平进来减少公开路面 说到底呢 习就是不想为中国目前的困境来扛起责任 中共高层目前还是很迷信 东升西降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 相信习近平在具体的国家政策会 拿一个大转向 重新恢复邓小平改革开放 导向西方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 高调纪念邓小平名单 中共是否挂改开卖习政 接下来为您带来 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 对话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的精彩片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 他说 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信念 就是继续推进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习近平的讲话精神 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 对话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 经济学者李恒青 和独立时评人 法学博士张杰的精彩片段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李恒青先生 怎么看这一次中共官方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这个规格 他的重点讲话跟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好的 我正好今天早上刚刚看了这个新闻联播 然后又看了新华社的网站 然后把他们今天的纪念的这个活动 现在都已经作为头版头条了 但实际上从这个规格来说呢 感觉呢不如这个去年年底的这个130周年的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纪念案的这个规格 因为呢这个整个场面很小 场面很小 那当然这个习近平带着一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去了 但是呢这个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这个他上回发表这个长篇讲话 很长我也去大概浏览一遍 但是呢这个这回呢这个至少拿出这个重点啊 应该说呢没有像对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这个纪念的这个规格来的高 当然我想可能这跟这个习近平这个心里头 对邓小平可能还是充满了怨恨啊 因为这个能有家族上的问题 还有他的实际上他从这个理念上跟邓小平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叫做有限的这种纪念 不纪念又不行 但是要纪念 但是呢又不愿意真正呢把这个规格呢搞得过高 可能会传递错误信息吧 打引号了 好的感谢李恒青先生的分析 也想请教张杰博士怎么看 刚刚李恒青说这个纪念好像不纪念也不行 是不是一种不得已的纪念啊 再来就看他这个纪念的谈话重点 那刚才我们念了几段啊 一个其中包括了 他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等于说在纪念邓小平诞成的时候呢 又去提到了这个台湾问题跟香港问题 不晓得张杰博士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我赞同恒青的看法 因为这个事呢 习近平其实一直陷入在矛盾之中 很有意思啊 毛泽东的矛盾 邓小平的矛盾 也是我们说矛盾 现实与矛盾 他就是这么一个同音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但是呢习近平的确陷入在这里面 第一个呢就是他面临的困境 他必须要摆脱要维护中共 挽救中共执政 这样呢他必须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第二个呢他又要发展经济 因为经济不好也会带来社会的动荡 所以他又要跟随着邓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跟邓当然是有截然的不同 所以毛作为习来说 他内心里崇尚毛 因为毛是中共的创始人 当然邓小平也算 但是相对来说呢 他觉得再往邓小平这个路上走 可能走不下去 然后想回到毛 这又陷到一个困境里面 中国人不答应 所以说呢 他既要记恋 内心呢 他又不情愿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呢 他既翻不过毛的山 也走不出邓的坑 听众朋友 刚才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 对话李航青和张杰的精彩片段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力 呼吁全球扩大对台湾的支持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约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办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 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尼基·黑利 星期三8月21日 在台北的一场论坛上表示 台海目前面临近几十年来 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不断扩大国防预算 终将具备占领台湾的实力 他呼吁 全球应扩大对台湾的支持和援助 台湾总统赖清德 也在凯达格兰论坛发表演说 下面志远分享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 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 陆阳 台湾外交部与民间智库 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 星期三主办凯达格兰论坛 2024印太安全对话 由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日本前首相野田加燕 和斯洛伐克前总理赫格等人 发表专题演讲 讨论主题包括台海安全 经济安全 与经济胁迫 及数位民主之实践与挑战 这是台湾新政府上任之后 筹办的首场 区域安全论坛 曾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黑利在演说中表示 西方社会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 逐渐弱化 导致威权主义伺机扩张 如果西方社会够强大 阿富汗不会重回塔利班 极端主义的掌控 俄罗斯也不会入侵乌克兰 中共更会对在南中欧海周边的 军事化行动三思或减少 对台湾的侵扰 他说若全球团结力挺台湾 中国将明白 犯台并非明智之举 因为中共若对台 倾启战端 不仅可能战败 还可能造成共产党的灭亡 他说 美国和其他国家若全力支持台湾 中国必将反制并加大威吓 中国目前仍不具备攻占台湾的强大实力 但终有一天会达成 毕竟中国的国防预算比台湾高出12到13倍 黑利呼吁西方国家加速行动 与台湾站在一起 而非等到中国入侵台湾之后 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在 凯达格兰论坛发表演说表示 中国扩张威权主义的对象不仅限于台湾 他说 中国对台湾发动混合战 透过网络攻击 认知作战 假讯息和政治干预等手段 对各国进行渗透 并试图影响台湾和他国的选举 赖清德也重申 他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赖清德说 和平四大支柱的最后一点 是温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能力 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台湾会不卑不抗 维持台海现状 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我们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达到台海的和平稳定 台湾前驻印度公使中兴大学 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陈穆明 也出席了这场台北论坛 陈穆明告诉美国之音 陆阳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林乃娟的报道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呼吁全球扩大对台湾的支持 感谢致远的分享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 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结婚离婚不再要户口 北京下药能救人吗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国计划修订婚姻登记条例 结婚和离婚不再需要户口簿 也会取消登记地域的规定 外界相信 这是当局针对中国结婚人数下降 和人口减少现状而推出的新招 却质疑此举会加剧人口贩孕和家暴问题 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 陆阳 修订草案是取消地域限制 可以在任何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不需要再出示户口簿 那么在中国户口簿通常是由父母来保管 去年有网友曾经在中国民政部官网上留言说 结婚登记的程序中必须提供户口簿不合理 很多年轻人可能因为父母粗暴的干涉 而拿不出户口簿 因此也结不了婚 新修订条例被认为是倡导婚姻自由的一个手段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 告诉美国之音 很明显中国民政部是针对人口减少的现状在进行改革 而在美国的维权律师吴绍平 质疑中共当局现在是钥匙乱投 认为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有非常多的原因 那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呢 高房价极高的这个教育成本 社会的又不平等 现在人们的就业环境又很差 人们的收入又不稳定 孩子又很高 这几代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他是独生子女 他一结婚他要可能双方要命连养了四个老人 甚至是六个老人 八个老人都有可能 所以他不去解决这些阻碍 而是在期日末节上做一些调整 经济学人智库今年年初表示 中国新生儿持续减少 是新冠疫情造成的 预计在被压抑的需求推动下 2024年的新生儿出生率会有所回升 而这有可能再次推动人口的增长 但是呢 这种反弹最晚也只会持续到2025年 在美国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中国民联副主席 吕金花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除非配套政策得到落实 否则的话 通过修改法律去改善中国人口下降 这个现状呢 只会治标不治本 两个人都在加班 90点钟回家 我们有了小孩子以后 谁来顾生活的质量就降低 所有他们所需就不要孩子 生完小孩以后 给这些孩子什么样的福利 你孩子幼稚园你免费吗 看小孩你免费吗 都没有 所以这种所谓的福利不给的话 没人给你去生这小孩去 与此同时 有评论担心 如果将来结婚登记 不再需要户口簿 恐怕呢 会加剧拐卖人口 强迫结婚的问题 维权律师吴绍平认为 中国人口贩孕猖獗 与结婚登记 是否需要户口簿 没有直接的关系 管卖妇女的案件 之所以会多 主要就是 中共打击 犯罪力度不够 有案不利 有犯罪行为不打击 甚至能保护这些 维瓦犯罪人员 甚至从中所有费路 成为帮凶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全国结婚登记 为343万对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9.8万对 在经历了2014年至2022年 连续9年结婚人数下降之后 2023年 只跌回升 但是 今年上半年 再次下降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 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结婚 离婚 不再要户口 北京下药 能救人吗 节目的最后 为您选拨 美国热搜内容 中共泄露 接管台湾政权具体步骤 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 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VOA Plus 世界各地的声音 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VOA Plus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 8月5日提出了一份 接管台湾预案 文中提到 随着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统一台湾的时间表 随时可能提前 文件作者 已向中央提建议的方式 公布了台海战争前后 如何准备在行政上 接管台湾 请听 美国热搜内容选拨 中共泄露 接管台湾政权具体步骤 由主持人齐笑天博宝 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后 很快被删除下架 之后被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下载保存 还翻译成了英文 共外界研究阅读 文章说 随着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统一台湾的时间表 随时可能提前 香港过去几年的动荡表明 政权移交 如果没有充分做好预案 会对未来社会秩序的平稳 移交 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由于台湾不存在50年不变的问题 一旦大陆对台湾接管 其深度和广度 要远远大过1997年的香港 做好统一以后 全面接管台湾的预案 已经迫在眉睫 为此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 提出两项建议 第一 尽快成立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 该机构的唯一目标 就是作为影子政府 随时入台 接收对岸政权 第二 凝聚岛内反台独力量 近年来 岛内统一力量示威 缺乏统一的真实预期 和实际的制度载体 中央台湾工委的建立 可以将这部分力量 整合到国家行为 反台独力量 就会体系化 制度化 第三 平华政权换转冲击 中央台湾工委相关部门 以个人咨询 项目委托等方式 让岛内精英和机构 尽可能多地参与台湾 接收方案的设计 让台湾社会觉得 政权交接方案 是他们参与设计的 这会极大地减少 未来真实治理的成本 形成社会主流共识 这篇文章中 接管台湾的第二项建议是 尽管建立台湾治理试验区 文章继续说 香港最近的动荡表明 一国两制 完全接受现有的制度的做法 并不一定适合台湾 台湾一开始 就要以彻底融入大陆为目标 为了提前实验政策的效果 培训接管政权的干部 有必要设置一个 高度仿真的实体环境 全面模拟岛内统一后的管理模式 包括政策实验 培训干部 以及执政示范 政策和法律 按照统一后台湾 你采用的实际政策 大到选举制度的废存 小到简体 繁体字的去留 远到货币如何过渡 尽到教材 教师如何交接 台湾脱离大陆多年 在大陆驾轻救赎的干部 在台湾可能要从ABC学起 无论是与居民的互动模式 还是和媒体沟通的方式 都是大陆干部所不熟悉的 文章最后总结说 在之前的捣乱后 香港作为样板模式 已经对岛内没有多少说服力 这就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模范 现在 我党虽然拥有政权治理的大量经验 但接收并建立政权的那一代人 已经远去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开始 统一 只是开始 治理 才是检验统一 是否成功的标准 美国空军四星上将 Mike Minahan 在2023年年初预测 美国和中国会在2025年开战 观众朋友们 以过去一年半的发展来看 这位四星上将的预测准不准确呢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美国热搜内容选播 中共泄露接管台湾政权具体步骤 由主持人齐孝天播报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